为了怕一位SARS而没有机会与歌迷相见欢 Elva 肖亚轩特地在发片前赶往CD加工厂帮忙并且签名 看看是哪一位幸运的歌迷能够买到签名的CD 我想像的加工厂是很像那种电新闻看那种 就是那种要很多人很多机器 然后进去会很像印报纸 像报社就报社拍照很多味道那种 可是我刚才来说蛮居家的 而恰巧是逢母亲节 Elva贴心地送上康乃馨给工作人员 而自己的母亲节 Elva依然无法陪妈妈一起过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妈妈过母亲节 我大概跟家里过节日只有过新年吧 妈妈他们还蛮谅解的 也蛮习惯我没有在那 可是就是要跟他们讲电话 然后理到人不到没有关系 而还没有发片的Elva新歌爱上爱 就被媒体报道指出 有抄袭蔡依林布拉格广场的嫌疑 Elva听到之后大幅无奈 我觉得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很不可思议 其实我想现在9000也是一头雾水 会觉得为什么会让被连结 我觉得有人刻意想要去 或许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里面都有地名 所以就是说这是唯一一点 我其实听到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这些DJ讲的话呢 很像我刚开始 刚到国外的时候去念书的时候呢 外国人他们没有出过国 就是没有去亚洲 然后他们看到只要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人 就觉得你就是中国人 我只能说其实这是很八卦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任何新闻价值 我觉得这个媒体其实也就是 写蛮多八卦的 所以我觉得请大家就是 去看真正的新闻 亚洲人中心黄家民马国俊才榜报道